今天和何老师的相处特别特别愉快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我的朋友何老师的频道 大家好欢迎夜爱声歌 我们开启全新天的Vlog 今天呢我要去见一个我的好朋友刚从国内过来 他也是来这边旅游啊玩一下 然后他是国内的一个明星吧 所以待会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谁 现在呢来到了温哥华超级出名的一条街叫做Albernia 在这边呢所有你能想象的大的品牌啊 都有比如说海马士啊 Tiffany啊 Alevia Svancliffe啊 然后这边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出名的餐厅 也都是比较高端的 比如说Kobe啊这种铁板烧 比如说Black and Blue啊 West Coast啊等等哈 很多就不跟大家一多介绍了 我们呢打算在这边呢吃点甜品聊一聊毕竟很久没见了 然后呢我们就会转站吃个吃个再吃个晚饭去 小伙伴们看这就是哎呀姚池哈哎呀天呐 这个脸是我的二分之一 哈喽大家好我是姚池 非常开心能够来来这个我们这个频道里面入镜 然后也非常荣幸 哎呀真是 我跟你说这个艺人就是厉害哈 说话都一套一套的 刚才特别的害羞呢 怎么样这一次特意为了来看我 稍待讲去看了音乐节是不是 哦对其实特意为了来看你 然后先去了那个特加拉那边 然后过来温哥华这边 然后见到了你然后见到了很多温哥华这边的景色 然后吃到很多美食 这边这边的美食真的很非常好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边 哎呀女粉丝们哈对不起了哈 我明讨有主了哈开玩笑开玩笑哈 吃麒麟就是在Downtown的家麒麟 是非常出名的中餐厅 我们整个一个包间应该是这边 要是今天这两天去了美国也来到加拿大 对怎么样喜欢加拿大还喜欢美国 我觉得两个地方各有各的优势和各有各的不同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都是非常和和我大部分时候 就是所接触的文化是相当不同的 然后我觉得能来这两个地方就是放放松 然后领略一下这边文化的魅力 然后包括前一阵子看音乐节 然后包括在加拿大的自然风光 我觉得都是特别能够给我补充能量的一件事 对对对对 那个来温哥华待了几天 我在温哥华应该总共算下来是不到五天的时间 不到五天印象还蛮深刻的 印象很深刻 因为去了很多很美的看到很多很美的海岸 现在包括这个就是非常长的一个海湾 我们去就是远远的观看了鲸鱼 对应该是叫杀手鲸 对 Killer Well 英文蛮好的 一般一般 所以你的受众主要是华裔中国人比较多还是 对一般都是华人 因为放的平台都是华人平台 如果你们有微博的话 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Instagram 姚池Zivo Instagram叫Zivo Z-E-A-W-O Hello 非常开心能够做客何老师的这个Channel Welcome to my channel His channel 谢谢 太荣幸了 以后要常来文化照我们玩了 好了 我的频道一般都是华人过来这边 有的时候要买房啊 买房啊 他们有的时候要移民过来嘛 他们就是会看我视频 因为视频的这个叫什么房产类型的话 是比较多一些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何老师的频道 然后因为我自己一直就是特别喜欢何老师的内容 然后今天也跟着何老师领略了不一样的风采 这边我完全已经成为了何老师的粉丝 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